我们都知道古代女子刑罚是十分残酷的 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所见到的也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关于古代女子刑罚还有着太多的事人们所不知道的 在古代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地位非常不平等 所以对于女性的惩罚也就更加的残酷 下面就来盘点十大古代女子刑罚 古代女子刑罚 秦木驴 街童羊 铁裙之行 幽闭 坐冰块行 三角木马 一杖红 行冲 扎刑是家手指的刑罚 杖刑 一 秦木驴 所谓的非常残忍的古代女子秦木驴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刑罚呢 所谓木驴 其实就是一头用木头做成的驴 木驴背上 竖着一根大拇指挫的尖木桩 当女犯被强行按做下去时 那根尖木桩就直直地刺进了她的下身 而且 随着木驴的走动 那根尖木桩也一身一缩 直弄的女犯下身鲜血淋漓 痛得撕心裂肺 很多受此刑的女犯往往会惨死在木驴上 在古代 这种刑罚常常用于惩处所谓的偷情淫妇 被列为是古代女子刑罚之首 是古代专门惩治那些勾结肩肤谋害亲肤的女人所用的酷刑 据《二十四史演义》说 明末的齐木驴是这样的 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 把兽型的女子吊起来 放在木柱顶端 使木柱戳入阴道内 然后放开 让该女身体下坠 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 常述日方弃绝 齐木驴在古代女子刑罚中可以说是最残忍的了 因为女性在忍受极大的痛苦之后才挣扎着死去 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二、接童羊 说到古代的酷刑 人们所了解的也就是从影视剧中看到的那些夹手指之类 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 真实的古代女子受得最可比起夹手指的酷刑要残酷得多 就像接童羊 是专门针对古代不贞洁的女子的一种残酷刑罚 据说是用火烧铜制羊具 然后用其戳女子下体的一种酷刑 什么是接童羊呢 接童羊是一种古代虐待女性的酷刑 也是古代女子刑罚之一 将赤裸兽刑女绑腹梁柱上 使其梁腿插开 下面放一熊熊火炉 火炉上放一可以活动的同治羊具 打手一踩踏板 童羊具便飙升起来 向女人阴步狠狠地戳上去 如此一踩一放 童羊具一身一缩 女人受其烫伤 痛苦无比 三 铁裙之刑 铁裙之刑在中国古代女子刑罚中 也是非常残酷的一种了 因为女犯人最后是在挣扎之中 被活活烧死的 铁裙之刑和古代女子 其目旅行是有着一曲同工之妙的 上面我们也知道了此刑罚 是用来惩罚不忠女人的 那么就肯定和女子的某些私处有关了 先是用一个制成的铁衣 犹如裙子 因此而取名铁裙之刑 穿戴在女子的身上 然后将铁衣再放到火上烘烤 铁片受热之后 女人就像被受到争刑一样 非常之残忍 想想都可怕啊 然后再配上齐木驴的刑具 简直就是让人生不如死啊 有着浓厚的性虐带色彩在其中 四 幽闭 说到中国古代女子刑罚中的幽闭 大概有些朋友们不知道幽闭是什么意思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相对于男子宫刑的一种对女子的酷刑 原本只是指把女子监禁 彻底灭绝她的性欲 后来到明代却演变成踢去其筋 因为在明朝医术并不进步 所以受到此刑的人大都会因失血过多而死 明朝人王兆云在节食圣坛中提到了此法的操作 用木锤鸡妇人胸腹 极有一物罪而掩蔽其聘护 只能变尿 而人道永废矣 这就是通常所讲的幽闭 简直比起中国古代女子刑罚的铁裙之行还要恐怖啊 五 做冰块行 说到中国古代女子刑罚 做冰块也是其中的一种 你可以试想一下这大冬天的坐在冰块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据说很多犯人们到最后都是活活冻死的 因为整个身体都被冻僵 随后导致血液循环不畅致死 据说在夏天的时候还好 在冬天的时候受过此种刑罚的人们 一下子就糟了 不过也有那种性质强烈的 会誓死不屈 什么是做冰块呢 所谓的做冰块就是一种灵液之刑罚 附入犯人手脚迫他坐在冰块上问贡 不说实话罚作月酒 在冬天使用此刑有成数效果 瘦子犯人极未拒此刑 但胖子也不好受 此刑罚历史悠久 西汉苏五初被匈奴逮捕时曾受此刑 六 三角木马 说着古代刑罚中的三角木马 不仅仅只是残忍 也是古代女子刑罚中最为变态的 为什么会说这种三角木马的刑罚 是古代最为残忍的呢 你来看看这种三角木马的用法就知道了 比起优弊还要更为残酷 所谓的三角木马的刑罚 三角木马是日本在15世纪 拷问犯人用的一种刑具 在中国也很常见 三角木马和奇目旅行十分相似 受害者骑在一个三角木马上 把全身重量压在自己的生殖器上 造成痛苦 有时会把炮弹或类似的东西 绑在受害人的脚上 防止犯人因受不了疼痛而试图逃脱 七 一丈红 如今人们在休闲之余 不想出门的时候就会宅在家里追剧 近年来可是火了不少的古装剧啊 细心的观众们也都发现了 在剧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古代的酷刑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丈红 并且被刺一丈红后的图片简直触目惊心啊 下面一起来看看 所谓的一丈红是古代女子刑罚中的一种 经常会有好闺蜜之间开玩笑的说本宫刺你一丈红 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过那种古装工斗剧的话 就完全不了解这个一丈红究竟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一丈红呢 所谓的一丈红就是古代后宫用来惩罚犯错的非凭工人的一种刑罚 八 行冲 看过古装剧的朋友们知道 在古代对于犯人的惩罚可是非常残酷的 许多人都要承受那种不谋之冤 最后只能在言行逼供下承认那些扭曲的事实 古代对于女子的刑罚更为残酷 行冲就是其中之一 什么是行冲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割掉犯人的鼻子 还要在犯人脸上刻字 并且将其押送至官府关押或是流放边境 说到这古代女子刑罚中的行冲 很多人不知道行冲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 其实行冲是古代对妇女犯罪适用的五行之一 在施以情一等肉刑后押送官府或边境军营 浮晒骨 冲米之劳逸 为五行中较轻的刑罚 女子在中国古代地位的低下 常常使她们处于男性附属品的地位 身居简出 因此犯罪的几率较之男性 当事少之又少 九 扎行 还珠格格在当年一播出的时候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可是说起是全国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在观看的一部大剧 在剧中有一段场景就是紫薇被夹手指的那一段 真是看的人十分心疼啊 其实那是古代的一种刑罚 叫做扎行 就是用竹签夹住犯人的十个手指 十指连心 可以想象该有多么痛了 夹手指的刑罚是大家在影视作品中都见到过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那种刑罚叫做什么 其实就叫扎行 扎行是古代对女犯试用的一种酷刑 扎世家犯人手指的刑罚 故又称攒指 用攒子套入手指 再用力紧收 是旧时的一种酷刑 唐宋明清各代 官府对女犯惯用此逼供 十 杖刑 我们经常在许多的古装剧中可以看到 很多县令们在审判案件的时候 就会对于犯人用木板桥打臀部 其实这就是古代的杖刑 不过这种杖刑是隋唐以来才有的 通常就用来惩治那些出轨的与他人通奸的妇人 并且是在大厅广众之下脱下内衣 直接用木板敲打臀部 直到犯人哀哀求饶才罢休 说到这种古代女子刑罚中的杖刑 其实就是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 就是用木杖来打犯人让犯人投降 杖刑作为隋唐以来五行之一 宋明清三代规定妇人犯了奸罪 必须去医受账 除造成皮肉之苦外 并达到凌辱之效 古代杖刑的手艺和技巧 360行中没有这一行 但这一行绝对是靠手艺吃饭的 吃账在手 生杀 轻重仅在一念之间 于是 怎么打人就成了一门学问 历史趣闻 欢迎分享订阅史多多 wwwww 它是本词之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